但说句实在话 刚才的那段话 从他的原文描述来看 真的是扫尽掩面 你说他有男朋友 你也想亲他 我就特别不明白 就这种事 为什么你还能面带笑容的 把它说出来 我真的有点弄不明白 台上这位男生 到底做了什么事 竟连一向毒蛇的土蕾 都弄不明白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让土老师说他扫尽掩面呢 原来在调解两人情感中 了解到这样一件事 正是因为男生的这句话 把所有人惊到了 竟现场当着女友面 直言不会想亲女同事 女友听到这话 更是气愤不已 怒骂男友是个人渣 那么两人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男生到底有没有出轨 结果会不会得到女生原谅 想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他在堂上工作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们公司搞活动 我去那做礼仪 他就留了我微信 然后后来就一来二去的聊熟了嘛 后来呢怎么样了 好上之后就变了是吧 没错 刚认识那会儿两人情投意合 后来也正如主持人所说确实变了 不然也不会来到节目组寻求帮助 男生小赵24岁 女生小鹿25岁 两人相爱已有一年之久 但就在不久前 两人的感情发生了问题 原因正是小赵经常和别的女生搞暧昧 才惹得小鹿提出分手 刚上场 小赵就忙不迭地向女友做出解释 无论怎么解释 女友始终不相信是正常同事关系 其实小鹿不仅仅对男友在这方面不信任 对两人的感情基础也有所怀疑 因为毕竟相处一年多 两人除了谈谈恋爱 对见父母的事小赵一直都在以各种理由拒绝 这不得不让女友怀疑 男友对这段感情是否重视 你带他见过你父母吗 他不跟我去 不是我不跟你去 是现在时间不合适 你认为我现在以什么姿态去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间合适 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 至少奋斗出一定的资产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去很光明正大地跟叔叔阿姨说 把他们养了20多年的女孩放心地交给我 关于见父母的问题 男生一般都是以这种理由拒绝 而小赵也不例外 很显然 小赵根本没把这段感情看得有多重要 反而女友小鹿却截然相反 处处为男友考虑 为他洗衣做饭干家务 心甘情愿在男友身边当牛做马 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却是男友在外面沾话惹草 朋友圈你还发跟他们的合影 你还搂着那女的 那是公司酒庄做活动 所以我才搂着她 你朋友圈从来没发过我的照片 你现在认为我能发咱们俩照片吗 我现在红酒这边事业刚起步 我就成天发你跟我的照片 客户看到了什么反应啊 小赵一点都不努力 工作一点都不专业 每天秀恩爱 女友明明发现了蛛丝马迹 可无耻的小赵总能阵阵有词地为自己辩解 说得好像自己被冤枉一样 那么小赵到底有没有和别的女生搞暧昧 还是真的被冤枉 此时的小鹿向主持人说明了自己的发现 我就拿他微信发了一个轻轻的表情 然后这回紧接着我就要说我发错了 发给我女朋友的 本来没什么 你要没事的话他也不会有什么 但是紧接着就有一个女的给我回过来了 他说那个你又新搞的 当时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 然后过一会又有一个女孩回过来了 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那只是我朋友而已 显而易见女友对小赵非常不信任 故意拿男友的手机 向那几位比较亲密的女生发短信试探 这一试探不要紧 结果让小鹿被感惊讶 男友竟偷偷地跟别的女生说自己分手了 至于小赵为什么这样做 我相信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小赵的意图是什么 那么事情既然已经这么明显 小赵对此又有何解释呢 我说什么都 我什么都得跟他们交代一声 跟你吵架了 我得交代一声 我跟那个女朋友吵架了 不太一样 这个事有点说不通 无论怎么样 小赵都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来应对 死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就连一旁的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那么问题是 小鹿既然已经发现男友这样 为啥不和他分手呢 我离开他了呀 是他说不想放手 他还不放手 你们俩就又好了 没有 我就想让他跟我承认 他真的就是说承认你错了 你就是错了 我没有错 你能不能敢 我是工作关系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赵不愿意放手 那么既然不想放手 为何还要做那些让女友伤心的事情呢 人家小鹿只想要一个认错的态度 难道一个道歉就这么难吗 此时的小鹿见男友依然不认错 又说出了一件让人堂目结舌的丑事 那那次呢 10月1号的时候 我让你陪我逛街 你说你工作忙 然后结果呢 我在商场里看着你跟别的女的在一块吃饭呢 是你总说我误会你 我怕我误会你 我就没有当时过去 我就跟着他 我跟了他一路 结果就发现那女的跨着她胳膊 手完手了 那么走 你说你们两个之间什么都没有我能信吗 看似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竟被这女友做出这么下三案的事 恰巧又被女友撞见 这可真是老天都看不惯这种渣男 故意让女友揭穿他的人心假面 而那个女生正是之前说的朋友圈里的那个人 现在已经人赃俱获 看看小赵 还有什么理由狡辩 然后他走过去我跟他对质 然后他身边那女的你猜谁 就跑我圈着他抱着那个 你对质就对质 你为什么拿包砸人家呀 我砸他怎么了 砸他算轻呢 一回两回了 是不是我没赶上的时候 你们已经就约会很多次了 你俩在一起夺走了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听我解释这个问题 你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听我解释这个问题吗 这可真是厚颜无耻到什么地步 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有错 反而倒打一耙 怒斥女友的不是 这可真是脸皮厚的蚊子都盯不进去 无耻到了极点 那么小赵既然这么想解释这件事 咱们也就洗耳恭听 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当时是因为十一红酒搞销售 然后我们红酒有两个主比赛 然后我们主当时卖了三十多箱红酒 但他们主比我们卖的更多 然后输的那方要给赢的那方 答应赢的那方另一个要求 然后他们那边的小园 小组成员就起哄说 要我当他当那个女的两个小时的男朋友 那个女的也有男朋友 而且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也就当玩呗 也没想那么多 听了小赵的解释 不由得让人匪夷所思 一个销售比赛竟能用这种方式定夺输赢 就算小赵说的是事实 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而更可笑的是 那个女生竟然也有男朋友 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什么花样都能玩出来 但归根结底这件事就是小赵的不对 如果换作外人来看 两人一定是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才能被同事这样起哄开玩笑 正当老师们对此事疑惑之时 小赵竟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那如果当时要让你吻他你也吻吗 你要听实话吗 实话 我更想他是吻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人渣你知道吗 好家伙 小赵竟当着女友面 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所想 直言不会想要吻那个女同事 此话一出可把女友气坏了 当场怒斥男友是个人渣 这样的话怎么能说得出口 小赵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连一向毒蛇的徒雷老师 都被他整糊涂了 但说句实在话 刚才的那段话 从他的原文描述来看 真的是扫尽掩面 你说他有男朋友 你也想亲他 我就特别不明白 就这种事 为什么你还能面带笑容的 把它说出来 我真的有点弄不明白 小赵之所以来到节目组 目的就是想挽回女友 但又当着女友面 说出这样的话 不得不说 小赵的这个举动 属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有一点必须搞清楚 那就是小赵和那位女同事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也是女友小鹿 一直想弄明白的一件事 与此同时 小鹿只想男友说实话 只要男友能回头 其实小鹿还是可以原谅他的 那么事情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小赵到底能不能如实交代呢 说真相吧 反正人家说了可以原谅嘛 只要改就行 我真是跟他玩游戏 不是 那你们要玩游戏的话 我的理解说要真这么玩游戏 其他组员应该在周围看着呀 要不然这叫什么游戏呀 就是 别编了 你觉得这说得通吗兄弟 到现在小赵还想瞒天过海 不过即便他再怎么编下去 也不会让人信服了 因为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再看看他那富坏笑的嘴脸 就足以证明 小赵的谎言已经编到头了 对于这种死皮赖脸 不说实话的男生图老师 已经对他无言以对 只好把建议给到女生 希望他赶紧回头 看清面前这位人面受薪的家伙 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作茧自负啊 你为什么还要一而为之呢 我为你一个最真切的感受 刚才他在笑的时候 你在哭 你看见他笑的时候 你是作何感受 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你不想再看见他了 好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 如果你能够为你的话负责 如果你这些眼泪是真的流下来了 如果你真的是为自己这段时间的复苏 而感觉到后悔又或者是你找到了自己的自尊 那我们就不许多言 听了图老师的劝解 女生似乎看清了事实 希望他的这些话能成为现实 再也不要看见那位人面受薪的家伙 把所有流的眼泪和伤过的心通通都忘掉 重新振作起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与此同时 图老师见女生已经有了放弃的打算 那么也就不必多说 更多的就是希望他能兑现自己的话 离开那扇门 那么是一致死 接下来咱们看结果吧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失去你 所以说我才会说那句话 与其让你知道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留在我身边 我认为更好 所以说我才会说 我愿意用另外一件你不知道的事 来概括这个问题 答应我一件事行吗 你说 以后不管你碰见下一个女朋友是谁 你别这么对她的心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